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收看顾九聊电影 今天带大家录一部男子催眠朋友的女友 将她变成自己玩物的韩国惊悚片 提线木偶 小志和小骏是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 小骏是个老实人 单纯善良 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的她 决定找个女朋友好好过日子 而小志就不一样了 她是个私生活非常混乱的精神科医生 经常约各种美女 同时她对催眠术十分惊通 这天小骏和一个妹子相亲 对方是个大美女 名叫西岩 职业是提线木偶制作师 非常符合自己对老婆的要求 但就是有点神经兮兮兮的 说自己经常会看到乱七八糟的鬼影 得知了西岩有失眠和幻觉的毛病 小骏把这件事告诉了小志 希望她可以催眠 为西岩治疗 于是乎小志给西岩开始了催眠 进入催眠状态后的西岩瞬间一改淑女形象 直接就开始借扣子脱衣服 露出洁败的大腿 自带妖艳属性 还看穿了小志 其实对漂亮的自己也有意思 小志慌忙之间吞了好几次口水 但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停止了催眠 此时的西岩又变回了淑女 一点也不知道她刚刚做过什么 回去之后继续和小骏谈恋爱 经过这次催眠 小志发现她有多重人格和心理障碍 本着为兄弟着想的心 她就劝小骏放弃西岩 经验老道的小志说 世界上有两种女人 要离他们远点 一种是有故事的女人 还有一种就是精神有问题的女人 而西岩就比较厉害了 她两样全战了 可小骏却觉得西岩很可怜 以后要对她更好点 转眼间就到了西岩的第二治疗阶段 小志开始催眠调查妍妍的过去 发现她以前有个男朋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死了 小志调整了一下时间线 让西岩的记忆回到她男朋友还没死的时候 然后询问她在做什么 结果妍妍说和男朋友一起吃晚餐 吃完晚餐之后就开始 西岩又开始脱衣服了 小志心想 说得好好的 你怎么又开始脱了 不过这腿真长 早是心动的感觉 关键时刻 小志还是恢复了理智 结束了这次的治疗 晚上小志照常和小骏在酒吧喝酒 他正想一杯姓明天 一杯敬小骏 没想到小骏有了女朋友之后 也没时间陪兄弟了 还跟他说别再做寂寞的单身狗了 小志也很无奈 随着治疗的进行 西岩的症状慢慢的开始好转了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治疗完 他都衣衫不整的 但是这都不重要 他和小骏的感情也在逐步升温中 三个人中只有小志不开心 因为他开始发现自己有点把持不住了 又一次催眠治疗的时候 西岩变得浴火焚身 小志正准备做点啥的时候 却还是忍住了 在最后一次治疗的时候 小志对着已经快好了的西岩重新催眠 让他爱上自己 而且每周天都要在固定的时候去见他 西岩果然爱上了他 背着小骏 每周都要去见小志 小志把他带回自己的家 开始疯狂的和他做一些没羞没臊的事情 并且事后还会忘记发生了什么事 就这样西岩一边和小骏谈着日系纯爱 一边又和小志做着成年人的游戏 竟然也没露馅 慢慢的西岩开始发现自己好像被侵犯 开始暗示小骏 可小骏却说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这边时间一久 花花公子小志就对西岩失去了兴趣 毕竟他对西岩只保持着肉体的关系 并没有丝毫的爱 正好这时候有个女学生向小志表白 小志一向是个喜欢禁忌之恋的人 对于这种师生恋就更喜欢了 他开始嫌弃西岩了 不想和他接触 转头就和自己的女学生好上了 还夺走了女学生的第一次 被抛弃的西岩瞬间发现 原来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跟在身后的小骏却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回到家后 他一言不发 还贴心的给西岩洗脚 第二天他找到小志 并说要跟他绝交 此时的小志才觉得自己做错了 不该抢了朋友的女朋友 良心发现了他又开始尝试着除去西岩的第二人格 却发现他已经做不到了 事实上在不断的第二人格切换中 西岩已经疯了 他每天拿着提线木偶自言自语 这天 小骏浪漫地向西岩求婚 却被失去控制的西岩捅死了 他一刀刀捅死了这个深爱着他的男人 事后 西岩穿着沾了一身血的衣服就跑去找小志 不停地喊着要让他付出代价 瞬间 小志意识到西岩很危险 于是掐晕了西岩 但却还是被西岩反杀 西岩挑断了小志的手筋和脚筋 将他囚禁起来 做成了真人版的提线木偶 因为这样就没人能够抛弃他了 看完这部电影 首先想说的是 像小志这种随便玩弄别人感情的人 确实该死 但是更想说的是 小骏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死的简直也太远了 好了本期电影